康熙帝总共有策立三位皇后 第一位是康熙帝的原配贺舍李氏 13岁变成了他的皇后 后因难产而死 第二位是厄碧龙之女纽护路氏 但是只当了半年的皇后就逝世了 第三位皇后在策立皇后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这三位皇后是一个比一个命短 所以康熙至此没有再立过皇后 但是香妹子今天和您聊的这位 有皇后之权的德菲乌亚氏 德菲乌亚氏生于顺至17年 1660年3月19日 比康熙帝小六岁 护军参领威武之女 本是内务府包衣出身威寒 她生性千景 处世温和 与世无争 也无过多的奢望 即便是在那身攻红墙之内 她也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乌亚氏入宫后 因其长得五内动人 有幸得到康熙帝的青睐 康熙18年 1679年10月13日 册封她为德平 康熙20年 1681年 因生育六阿哥硬座 而进封为德菲 她在后宫中最高封号 也就是德菲 这与比她入宫晚的 童家室一入宫就是贵妃 身份地位要低得多 不过德菲 并不与其他人相比 也甚至与童家室比不了 童家室的姑姑 是康熙皇帝的生母 父亲又为亲王朝捐躯 两个弟弟还是朝中 担任高官的重臣 这些都是乌雅士 无法起急的 然而在三位皇后 相继去世后 康熙不在立后 后宫事务需要人打理 自康熙28年起 德菲开始协助 处理后菲事宜 所以此时的她 相当于是后宫地位 最高的皇后 只是吴皇后知名罢了 而且她还打破了 康熙朝生育最高的记录 从康熙17年到27年间 共生育了三位阿哥 三位格格 康熙帝的黄四子 黄六子 黄七女 黄九女 黄十二女 黄十四子 均是德菲所生 在生应时之时 已经是29岁 高龄了 这在现代来说 都是高龄产妇 何况在古代十三四四 开始成婚生子的后菲 可见德菲与康熙之间的感情 是真挚成熟的 她是清朝十一位皇太后中 生育子女最多的 优优独播剧的 感谢观看